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老师呢 也是我的老朋友啊 他之前有到过我们的十点书店做分享 对我们先一起通过一段VCR来认识一下这位老师 我肩负着的是我所学的这个剧种的某一支的传承 因为有我的存在 我希望金剧在今天变得更年轻 我说过这句话 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种是喜欢金剧的人 还有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金剧的人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让那些还不知道自己喜欢金剧的人 有机会接触到金剧 知道它的美好 金剧至少它会给人一种美的体验 一种美的享受 有的人他意外地接触了金剧 有一个盲人观众一个大叔吧 五十来岁的样子 有人拍了这张照片 但是还是很温暖的一种感觉 金剧艺术它是绝儿的艺术 是靠人来传播 靠人来传承 我不希望所有的人看到我了以后 只不与王佩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非常自私的狭隘的一个眼光 我觉得应该 有更多人来传播金剧 大家好 我是王佩玉 1 2 3 来 可以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 佩玉可以看到我吗 佩玉 Hello 好的 咱们接下来马上会跟佩玉连麦 好的 咱们接下来马上会跟佩玉连麦 OK OK 对 我们待会会请到的嘉宾呢 是王佩玉 那王佩玉老师呢 我们很多人也称他为佩玉老板 对 那佩玉老板他正好在前两周啊 他也来到我们的 在厦门的十点书店 最近呢 他是在准备他的这个 佩玉 佩玉老板 能够听到吗 没问题 可以听到吗 佩玉老板 可以 可以 诶 那我听不到他的声音 现场的 好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连线我们的嘉宾佩玉老板 佩玉 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 然后是在厦门 你有没有什么印象 上一次啊 上一次有一年半两年了吧 当时是在 也是在厦门是吗 在您那边有一个新的旗舰店 一样的书店 做了一场活动 影响非常深 然后后来又有一次是参加了十点的一个几年的周庆 我们在台上做了一个分享 对 那今天我呢 为了准备这个直播啊 我也专门穿了一件大褂 其实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大褂有什么来历啊 所以今天我就特别想请教你 就是这种大褂在 在咱们这个经济领域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能不能分享一下 啊 这个大褂其实跟京剧倒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过去民国时期的一个男性装扮 那就是男生就是穿长袍大褂 女孩子就穿旗袍 过去我们看到很多那个金剧界的老先生啊 啊 包括学员啊 科班里的学员啊 卷啊 出来穿的都是大褂 好啊 最近我是看你一直在忙这个青音会的演出啊 然后你是前几天也刚结束这个厦门啊 佛山啊 以及广州站 我看你一直都很忙啊 不理不停 对 接下来还要去济南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你的青音会的计划呢 对 青音会呢 是这样 我们从今年的4月8号 9号启程 啊 先去到了泉州 然后厦门 后来又去到佛山 又去到广州 然后5月2号我们会在济南 啊 上半年大概青音会的计划就是走这五个城市 大概从下半年呢 我们还会有新一轮的青音会的启动 目前都还在跟剧场队行程 所以今年新剧青音会应该走不少城市 而且大部分的城市呢 都是我们此前几乎没有去过的城市 尤其是像这几个南方的城市 广州我们去过 啊 像这个厦门啊 佛山啊 泉州啊 我们都是没有去过的 济南呢 是一个京剧的重镇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京剧码头 我此前去过很多次济南演出 但是青音会这次也是第一次到济南去演出 那应该说所到之处 观众的热烈的反响的这种程度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尤其是在南方城市 我没有想到 因为其实我们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因为在广东地区 在福建 在闽南地区 大家讲的话都是闽南的方言 都是广东的粤语 对于京剧胡广英 中州运 应该说从基因里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所以没想到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形式 对这个青音会的这样的表演形式 大家还挺接受 所以我其实心里也是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 我觉得我们京剧在未来做当代化传播表演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多的 对 上次我在厦门的时候 我就觉得厦门的观众 我们虽然讲的是闽南语 但是他们对经济都非常非常的充满热情 包括对你也是非常充满喜爱 对 那你平时最近很忙 你经常参加这个见面会 对 你在跟他们的交流当中 你感觉他们对你对经济最好奇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对京剧可能是陌生的 但是大家对于美好的事物是有一种共识的 所以不一定非要听懂 大家能够感受感知到那个美好 感知到我在演唱和表演的过程当中 想要传递给观众的那种我对于京剧的热爱 以及我对于京剧的认知 以及在过去将近三十年的过程当中 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学到的东西 在舞台上做汇报 做分享 做传递 这个过程其实我想是超越了地区 超越了地域 超越了语言 甚至会超越国界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青音会也好 对于京剧表演也好 其实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陌生的感觉 但是当我们打破那个边界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大家好奇的是首先是说 王沛瑜这个京剧演员 他将会在一个不是京剧的码头 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京剧的体验呢 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会有一些好奇的 那我想通过一站一站 我们把青音会带给大家 大家也会口口相传 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继续去传播给身边的人 我想我们任重而道远 有很多事情还是很值得做的 对 我会发现在你的粉丝里面 好像还有蛮多小朋友的 我比较好奇啊 就是在你粉丝里面年龄最小的大概多大呢 然后你的粉丝 他们一般会怎么表达对你的喜爱啊 说实话 这个还不仅仅是我的粉丝 其实京剧粉丝的 京剧爱好者的年龄跨度本来就比较大 小的有三四岁的小朋友 哇 这么小 他听到那个锣鼓啊 听到京剧的曲牌啊 听到过门啊 听到那个有着节拍 他可以喝着那个节拍 他就可以去扭啊 跳啊 甚至是打节奏啊 这种是很多的 那像很多的这个80后的 85后的年轻的爸爸妈妈 他们可能已经在过去的几年 成为了京剧的新一批的观众 那他们就会希望自己的小朋友 也看看京剧 也听听京剧 接收一些中国传统艺术的熏陶 那京剧应该是一个最好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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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东西了啊 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也有很多年龄非常大的 戏迷票友粉丝 那他们有的人他可能不唱 他可能就是到剧场里面来看戏 来感受这个氛围 可能很多人他们是一路从看过 过去很多很多的过去的名角 然后他带着那种 他们年轻时候少年时期的那种记忆 然后现在在今天的剧场里面 看这一代的新生代的 中生代的演员演戏 他们也在寻找 他们过往的这个情感的共鸣 这个事也是有很多的 那还有一些是票友 他们是非常会唱的 他不见得一定会走进剧场 但是他用他们自己的熟悉的 热爱的喜爱的方式去传播金剧 以我的知道啊 比如说我们在上海 或者在北京在天津 在湖北在山东 甚至在浙江 有很多的这个金剧的票友 他们自发组织 三五个人 七八个人 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都会组织一个小的票房 然后大家在一起唱啊 聊啊 吹啊 打呀 拉呀 其乐融融 所以金剧的票友的群体 粉丝的群体 始终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小到三岁 大到八九十岁 金剧戏谜的跨度 年龄跨度是非常大的 嗯 对 像我以前 呃 是偶尔看过金剧 然后去年 自从跟你认识以来啊 就会稍微留意 然后包括 看你的新书台上见啊 就对这个金剧越来越感兴趣了 你觉得像我 呃 八五 八五年的 学金剧还来得及吗 然后如果 呃 要学 需要怎么学呢 呃 您的意思是 您您是您觉得来不及了是吗 对 我之前好像听你说 金剧可能要从比较小开始练是吗 要从比较小开始学 啊 是这样的 假如说你要从事一个专业 那可能相对年龄小一点 开始打基础 开始学会更好一些 啊 因为你要练功啊 嗯 对吧 要要 从小练基本功 那可能腰腿啊 各方面身体的协调能力啊 都要比较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 可是如果呃 普通的爱好者就没有年龄的限制 不要说您这个 八五年八五后的 嗯 我妈妈 啊 是四几年生人 哇 她是从我进了戏校开始学习金剧 我成为一个专业金剧演员以后 她才开始 喜欢金剧 学金剧 虽然以前 接受过一些样板戏 现代戏的这个熏陶都会唱嘛 但是一直到我学了戏 呃 我妈才开始学 一开始学梅派 后来学成派 然后不仅仅呃 会唱弹卷 我妈是连我所有的 我学过的戏 就是她是跟我同步学的 就是我会唱的戏 她都会唱 嗯 所以这个就是环境导致 环境的熏陶 这个环境不仅仅说老人去 呃 传播给小孩 或者是年长的传播给 年轻的 并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去影响 比我们年长的人 所以八五后 是一个刚刚好学习的年龄 哦 您有任何在学金剧上有什么疑惑 我都可以为您解决 太好了 最近我还专门就看了你的抖音 然后我看你那个抖音里面有很多 一分钟一分钟 其实呃 可以学得很快 对 如果想请你帮我推荐一本呃 就是关于金剧的书籍啊 或者是电影 你会推荐什么呢 呃 书籍的话呢 其实还有蛮多选择的 那就看您是呃 希望往这个大众化的方向去了解呢 还是希望相对更专业一些的 那比如说我们前辈有很多的呃 研究者 类似于吴小如先生 刘曾富先生 朱家进先生 嗯 等等这一些知识分子 他们虽然没有从事金剧舞台表演的专业 但是他们可以指导呃 金剧行业金剧专业的演员进行表演 对这些先生的呃 他们的书都可以拿来呃 读一读很有意思 因为他们是看过余淑妍 梅兰芳 谭心培的 杨小楼的那些呃演出的人 所以他们呃看戏是非常有这个呃 有有这个发言权的 那如果说呃 呃要看金剧的跟金剧有关的电影 那我推荐的还是霸王别姬这部电影 啊 因为这部电影呢 当年大家知道他曾经播出时候的那种盛况 啊 啊 大家对于这个呃 呃 张国荣 张国荣本人的喜爱 以及陈凯歌导演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啊 在金剧专专业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大量的这种呃 这个呃这个这个呃 工作 这个当然呃非常复杂了 因为而且在90年左右拍《八王别姬》这部电影的时候 还有很多很多的金剧的大师都还 现在包括当年呃张军秋先生啊等等都都在 所以大家都很多金剧界的前辈艺术家们都见证了这部电影的 从筹备一直到后面开拍到上映 呃甚至说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曾经影响过 我对于金剧这个行业的一些认识 因为在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 是我刚好在入戏校最最艰苦的那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真的学习好苦练功好辛苦 嗯 所以我就想我用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坚持 或者说支撑我们继续去不断的就每天在棍棒底下 每天在老师的监督下面 每天早上六点不到就要起床去练基本功 然后晚上九点钟熄灯 然后第二天周而复始 而且也并不知道自己哪一天就能成绝 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辛苦 当我后来在九三年看了《八王别姬》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电影让我重新 也不说重新了 其实这个电影是让我非常清晰地认识到 我是应该唱戏的人 因为电影当中有很著名的台词 说我们做人唱戏要从一而终 嗯 当然这个话适用在很多很多的 这个除了艺术以外 其他很多的领域 所以我非常推荐的就是这部电影《八王别姬》 感谢感谢 对《八王别姬》确实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啊 它是 我觉得它记录了京剧的那个时代 对 是让很多人可以对京剧有更多的入门 对 那你觉得如果未来 如果要给你拍一部电影 或者是说给咱们这个时代 拍一部有关经济的电影 你觉得跟那个时代的京剧 它有哪些比较大的区别呢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想 说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应该做一些当代的 记录当代戏曲 或者当代京剧生态 记录当代京剧演员众生像的 这样一个影视作品 这个非常重要 当然如果找到合适的路径 找到合适的团队 编剧导演 大家来论证 如果有价值的话 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因为 不管是《八王别姬》 还是后来电影《梅兰芳》 记录的都是最辉煌的那个时代的 京剧的样子 而今天这个时刻 这个当下 还没有一部电影来记录今天的京剧 那其实我觉得真的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是可以做京剧的当代化的一个记录 用影像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 我其实有一个好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戏曲艺人 从小在戏曲艺术这么示威的一个状态下面 我们热爱戏曲 去报考戏校 然后 然后 就是能够成为 这个时代的一个戏曲的传播和传承者 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记录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拍一部 拍一部今天的京剧科班的电影 这个其实蛮有意思 因为跟过去真的太不一样 好啊 对 其实非常巧啊 刚才跟您 跟您连线的上一位 上一位主播是贾章哥导演 对 我们是在去年 投资了贾章哥导演的一部文学电影 他记录了 这个时代的一些文学家 记录了余华 梁洪和贾平王老师 对 我觉得如果未来 有哪些导演 愿意来记录咱们金剧界 愿意来记录 余老板 我觉得可能也非常令人期待 那今天呢 我是准备了一些 这个京剧的词啊 我是不太懂 然后是请同事准备的 我想请余老板 能不能挑一些 给我们解释一下 比如说 什么叫六场通透 然后比如说 这个是乌龙角柱 然后还有寒嗓 还有钥子翻身 对 那还有这个走板 那偷气 然后一颗菜 看起来都很特殊 很有意思啊 然后马前 对 还有这个杂夯 对 还有云遮月 对 这些词都很有意思 但是我不太知道 什么意思 能不能请余老板 挑一些稍微 跟我们解释一下呢 好啊好啊 因为其实这一些 都是我们平常行里 说的话 我们来举举例子啊 比如说杂夯 嗯 杂夯你其实看那个字面呢 顾名思义 就是用力过猛嘛 你也 脚使劲往下踩 拳头使劲往下砸 那就是用力过度了 用力过度呢 这个这个韵味就 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当你这个味道没有得到 力度没有得到 很好控制的时候呢 它就呈现出一种杂夯的 过头的一种状态 比如说我们大 很多大嗓行当 老生老蛋 花脸 容易杂夯 因为你 小小小嗓子的话 它因为是另外一个 声音的这个体系 它好像不太容易杂夯 本嗓的 行当更容易杂夯 比如说我 我举个例子啊 嗯 就是 嗯 所以一下子 说不出来 就是用力过度了 就是杂夯了啊 呃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是走板 然后刚刚有 您提到走板 走板这个 就属于说节奏啊 板头不对了 比如说我们唱 慢板的时候 慢板是 呃呃 板 演 演 演 板对吧 就是一板三演 称之为 慢板 一板三演 然后我们 我们老师从小就来 你打着板啊 打着量着板 一板三演 那有时候呢 就是没有板了嘛 走板了 就是应该在板上的 他唱到眼上去了 或者应该在眼上 他唱到板上去了 这就叫走板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经常会说的 叫荒腔走板 走板是表示节奏不对了 荒腔是表示 这个这个音高音低音准不对了 叫荒腔走板 另外刚才说到这个云遮月 云遮月呢 它是一个形容演员的这个嗓子啊 它不是特别的光亮 不是一下听上去很悦耳 很动听 像翠鸟般的 这个银银般的这种声音 它不是这样的 云遮月就是 这个月亮本来应该很亮 但是呢 云 一层云把它遮住了 这就表示说 他在演唱或者念白的过 这个演员本身 他的嗓音条件 可能不是那么最透亮的 不是那么最好的 可是他们 盘根错节的研究出了 自己的一种功夫嗓子 我们就称之为云遮月 在京剧的历史上 有很多有云遮月 这个功夫嗓子的演员 从谭心培 余淑妍 这个杨宝森 李少春 孟小冬 我们说得上吧 就是很多的这个著名的演员 都是云遮月 就是这个好像云遮月 还属于我们 尤其是老生这个行当里面 大家会觉得 如果这个人是云遮月的嗓子 就显得很高级 他不是那个一下听出去 就很透亮的那种 他是经过了打磨的磨砂 磨砂玻璃 云遮月这种效果 非常高级 哑光了 哑光的嗓子 那刚刚讲什么 乌龙角柱 要子翻身 这是我们练基本功当中的一些术语 角柱呢 就是我因为现在坐着 咱也没法弄啊 就是两个腿往上一盘 用背上的脚往上一顶 就起来 这乌龙角柱 要子翻身 就是大家看到扎着大靠 就是就这么翻一个个儿 这腰子翻身 这个还有说六场通透 我们随便解释一下 六场通透呢 它是属于在乐队文武场上面 特别有才能的艺术家 主要他们就说这个定位在演奏人员 有很多 过去有很多老先生 既能打鼓 又能打大罗小罗脑伯 这个属于五场 文场他也能捡起来 拉筋壶 谈三弦 谈乐琴 吹锁呐 吹笛子 老先生很多都是能够干这个事 所以称之为六场通透 这种 有这种六场通透能力的人 今天还是有很多的 我们很多乐队里面的人 都可以有这样的能力 诸如此类吧 这个一下子也说不了太多 好啊 对 今天真的学习了 之前可能看过这些词 但是不太了解 对 我看我们今天直播间非常热闹 已经过了八万用户 咱们小厨厨是不是要抽一波礼物了 大家现在可以点击屏幕左边的 红 福袋 就可以抽取我们这一部Kindle 然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 转到朋友圈 当我们的观看人数超过九万的时候 我们会再抽下一部Kindle 嗯 好啊 对 佩宜 其实你一直在自力推广这个金句嘛 我觉得 如何把金句生活化 可能也是一个我们非常关注的话题 对 你觉得 如何让金句可以跟我们的生活更贴近 可以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你能不能简单举个例子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也做过非常全面综合的思考和实践 那实践证明 金句艺术它不太可能特别特别生活化 嗯 这个咱也得实话实说 嗯 不是说它生活化或者贴近我们的生活 它就一定是特别好的 反而是我觉得艺术就是应该跟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当然 艺术应该是扎根或者深入的 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每一处角落 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应该充满艺术感 但是金句这件事情 因为它是个表演艺术 因为金句它是从其他的地方剧种学习融合而来 即大成 所以你要说它呢 它一定是有一个这个综合的学习的能力 甚至这个金句它是学了昆曲 学了邦子琴枪 汉剧灰剧 学了这么多的当时最最流行的戏曲艺术 才能够脱胎变成金句 所以它应该是跟生活贴近的 但是它跟今天的生活有距离 这个不是金句跟今天的生活有距离 而是所有的中国传统表演艺术 跟今天人的生活都有距离 那是时代和社会在发展 我当然在很多的大众的讲座呀 传播当中跟大家也聊 说我们可以用网络用语来教大家念金句韵白 但是你说你真的拿 盲培于教你说网络用语 拿到你的这个生活或者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去跟大家用网络用语 网络用这个金句韵白去跟大家说话 那大家也会觉得 你怎么了 那只是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呈现 我们有这样的这个 非常接地气的这种功能和作用 但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 人的生活贴得那么近 我觉得保持适度的距离 让观众坐在荧幕前 或者坐在剧场里面 可以稍稍仰视 可以坐在这里感受艺术的表达 感受艺术家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当中传递出来的美好 这个我觉得可能比那个说一定要去贴近生活呀 可能更有价值 对 我看你不仅在线下 然后非常辛苦地在推广经济 我看你短视频做得蛮好的 我很喜欢刷你的短视频 对 其实现在我们知道短视频其实都越来越流行 然后也看起来很轻松嘛 对 很多短视频其实它就是几十秒一分钟 对 那你觉得在经济里面 有没有很适合短视频传播 很适合短视频来播放的这个唱段呢 其实呢 京剧的唱段跟表演是不太适合用短视频来普及的 因为你知道短视频大概就是15秒到一分钟 是最佳的播放的这个时间嘛 超过这个时间大家可能就刷走了 那对我们来说 你看像我唱一轮明月照窗下 或者我唱一句未曾开言泪满灾 那一句都好几分钟 再加上过门 可是我也不可能随随便便说掐头去尾 只唱上句不唱下句 对吧 没头没尾的给大家去介绍 这个不现实 所以其实我们也挺愁的 就是在短视频的这个平台当中 今天大家都这么热衷于看短视频 那么像短视频当中最火爆的 比如说这个美食节目啦 美妆博主啦 对吧 然后那个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一个道理的这种 课程啦什么的 这个就是在短视频上是非常适合的 金句不是最适合 所以我们其实在短视频上 我们现在也找到了一点点小的 这个小窍门 就是讲一个知识点 然后尽量在一分钟以内给他讲清楚 只能是这样 然后如果可以在一分钟以内 还可以做一点点小的示范 那可能就对我们目前来说是一个 比较合适的方式 因为表演的话 金句表演太系统了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我也不能随便为了凑这个短视频的时长 我把它掐头去为简的支离破碎 也不合适 所以现在正在做这个尝试 有很多的 这个短视频的用户 在我们后面评论 就评论都笑死 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前两天我们发了一条 发了一条什么具体内容我忘记了 但是呢因为我会做一些文字上的梳理 我放在那个镜头旁边 所以我在看那个旁边提字器的时候呢 就眼睛会有一点瞟 瞟过去嘛 然后我那个内容说完 最后我会跟大家说 巴拉巴拉说完了 你记住了吗 我会问大家一句 然后下面就有一句评论说 你自己全程看着提字器 你还问我记住没记住 然后网友就觉得非常可爱 就诸如此类嘛 就是很好玩的 好的好的 对 其实我觉得短视频其实短 但我觉得直播可能可以解决你说的是短的问题 你会考虑未来 用直播来推广你的兴趣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推广方式之一 但它一定不是唯一 直播呢它有很多的记性 它会有即时的作用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比较深度的去追随 或者去深度的去看这个内容的话 就会觉得直播不足够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 比如说我们要做课程 对 要有出版物 出版物当然可以是电子的 也可以纸质的 那有一些东西可能会变成视频或者音频的课程教材 都可以 直播当然是像今天这种直播 更多的是输出我的观点 是的 然后跟大家做互动 那你说在这里教戏 那可能就直播可能就完不成这个任务了 好啊 对 刚刚提到出版物 今天我还带来了你的这本书 余老板三分钟金句小造 对 这本书里你有说 让人翻开读三分钟啊 就能读懂一个戏 对 你能不能简单 举例分享一下 如何三分钟读懂一个戏呢 因为这套书呢 它是用漫画的形式非常的轻松 漫画配上简短的文字 我记得嘴表 漫画配上简短的文字 然后就把这个剧情和故事 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推荐给读者去看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有十几个戏嘛 其中有一个戏 大家印象都非常深 就是那出特别有意思的《朱沙志》 《朱沙志》里面呢 就有很多的这个 金剧 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桥段 比如说 媒婆出来要做媒 然后 比如说这个丈夫还没有过世 就把这个老婆要卖到 这个要 这个老爷家 有钱的老爷家 这种就是实际上 跟今天的人的生活 或者跟今天的社会发展 已经非常不匹配了 那大家就是看这个戏的时候 就会觉得我们就是在看一个戏 因为它完全不可能跟今天人的生活有共鸣 但里面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台词 就是如果说金剧 剧本有台词排名的话 那这一句一定是第一名的这句排名 它这句词的这个原原词就是 这银子嘛是好宝贝 银子嘛是好宝贝 这句词 不管是过去几百年 几千年 还是拿到今天 还是再往后几百年 几千年 这句台词一定每一次演的时候 大家都会 有很多的共鸣 银子是个好宝贝 对吧 所以像这种就是 它其实是跟今天人的生活 或者就跟我们 这个大家的这个情感上 是能够引起共鸣的 那这种东西呢 我们会做筛选 做提炼 让观众从这样轻松的言语 跟表演当中 觉得哦 金剧真的是属于人民群众 属于大众的一个东西 嗯 好啊 佩玉刚才只要一听你唱 我就兴奋 对我 我想起上次你在我们厦门现场 就是本来你在讲的时候 大家已经很喜欢了 然后你一唱我就觉得 哇 就是那种瞬间现场天籁啊 对 就是有没有一句金剧的唱词 是比如说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 然后甚至是很多人 对金剧还没有入门的 有没有 有没有一句 比较简单的这个金剧唱词 就是我们可以数学 学完可以跟别人显摆的那种 那就是刚才那句啊 就刚才那句啊 银子们是好宝贝 你这句词 给你身边的同事 给你的家人 给你的伙伴 给路上的陌生人说 大家都会觉得 哈 太有意思了 我教大家啊 跟我一起念 来 这银子们是好宝贝 好的好的 今天直播间我有点紧张 我觉得回头我要看一下回放 跟你好好地学一学 对那 就是我们 我们有时直播的时候 可能跟你现场 唱金剧 都是临场的嘛 对 如果假设你在这个现场 忘了词 怎么办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的道理 是 我不忘词 他忘词吗 那一定是我们 天天干这个事情的人 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这个脑子也不在线了 或者人太疲劳了 或者是突然 蹦出一个什么别的事情 干扰了我们 那个当下的表演 那可能就会忘词的 小的时候 也有过好几次重大的忘词 然后成年以后 有时候也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的漏词 或者唱错 也会有 但是我本人就在这方面其实是还好 因为我对于演出呢 首先我是比较重视 再一个呢 我比较 比较注重就是修炼那个当下 注意力的那个能力 所以就还好 我小时候有一次 忘词忘的最厉害的是 有一次唱那个法场换子 有一个戏 那是一段将近18分钟的 反二皇的慢版加原版 唱词超多 然后那个唱腔的又是跌宕起伏 错综复杂 这个戏本身就是属于一个 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唱功戏 小的时候 背词不是按照理解来背的 是按照那个程序 是按照老师教的时候 你就溜背 溜背很容易忘 他是不能够完全理解的 就是我好像跟着那个剧情 跟着那个我要叙述的那个唱词 去陈述 慢慢这样推进 有时候就是走到那 字就蹦出来了 那这个就非常危险 所以有一次 我在演这个法场换子的时候 就突然忘词了 我完全不知道后面要唱什么 然后乐队一直在往后拉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我今天应该有很多人 不记得我那场演出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 下面的观众 都是老年的细语 中老年的细语 所以应该没有人 尤其是像今天直播 应该没有人记得 王沛宇曾经在 二十来岁或者十七八岁的时候 有一次重大的忘词 那真的是忘到 就觉得你知道后极量 出汗 然后眼睛前面一片发黑 根本就不知道 应该如何接下去 这种情况是会有的 还有一些情况是跟其他的合作伙伴在演对手戏的时候 那对方忘记了 也有这种情况 那对方忘记了 我就要补啊 那我尽量是医师要让自己保持镇定 对吧 就不能让自己慌掉 然后还要把对方的那个错能够弥补回来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演员忘词是经常的事情 如果观众能够见证过这个演员忘过词 那其实是个幸运的事情 观众是个幸运的事情 因为你看过他出错嘛 对吧 好啊 我看这个咱们的直播间啊 评论也非常非常活跃 有网友在问 你老板保养的秘笈是什么 皮肤居然这么好 保养的秘笈啊 对 诶是这样的 我呢 首先我不是一个会过度保养的人 嗯 我觉得就是常规吧 比如说 嗯 睡眠要保证 嗯 睡够多长时间 然后呢 也不要一天到晚往脸上 抹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我因为平常除了工作以外 我是不上妆的 嗯 这点也非常重要 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啊 就是 就是其实在一个二三十岁的年纪 是完全不需要 化浓妆的 嗯 那 呃 上了一点年纪了 可能脸色呀 或者是里面 肤色里面会有一点点 暗 暗沉啊 或者有一点斑啊 什么的呢 可能要遮遮瑕什么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OK的 就是我 首先 不要过度保养 二不要太早的去化妆 呃 第三呢 我觉得保证睡眠跟运动 嗯 保持它一个非常正常的代谢 嗯 我是在做养神节目嘛 哈哈 反正我觉得 还有一点就是会拉仇恨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天赋 就天生就是 对吧 皮肤就会比较好嘛 嗯 对 我觉得其实不仅皮肤好 就是你给我的感觉是 整个精神状态也很好 我上次 我就在厦门 我是那两天见影两次嘛 我觉得你呃 你的你的穿着啊 就是都非常的时尚 对 那你平时是呃 对这个穿着是是是是有什么偏向的风格吗 我穿衣服呢 首先我要说的是呃 就是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而且呢 我我我是这样的 我不会花很多钱在穿衣服这个事情上 嗯 比如说我们要去呃参加一些节目 那会借服装 所以大家这个文艺圈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借品牌的衣服来穿啊 然后平时呢我会穿呃 连帽衫啊 卫衣啊 什么运动裤啊 会牛鞋啊 什么这些穿的会比较多一些 嗯 就以自然为主吧 嗯 明白 对 这么多年你其实呃 呃 走南传北嘛 非常积极的这个推广京剧 对你会给自己定什么样的目标吗 然后比如说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算成功 你可以稍微休息休息 嗯 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 而且呃 就是不断的让自己解决上一个困惑 嗯 这是我觉得可以让我有有动力走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办法 我想很多的就是一直在创业阶段或者一直在这个学习通道里面的人都会有这种这种这种恐惧跟焦虑 嗯那唯一面对恐惧跟焦虑的办法就是解决那个恐惧跟焦虑 你有很多事情是根本就跳不过去的 就是怕什么他你就是要直面他 对吧 比如说我我我我想保持我好的嗓音的状态 那有时候会觉得我最近睡眠不好或者比较疲劳嗓子就会出问题 呃那我又要上台又要上台又要做老板 又要做很多社会的呃公益的事情有一些有时候还要去讲座讲座嗯 所有一切一切的事情就是除了上台以外我费嗓子的事很多 那你又不能不做我也不能说每天靠写的然后传纸条给别人那不现实 那语言的这个直接的沟通是最最最最好的最有效的嘛 所以就很费嗓子那像今天这种情况我也不能在这跟您打哑语对吧那一定是说说就最直接那 这个事情就会成为我心里会觉得比较恐惧的焦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马上要演出了可是我今天还要说 他不说不行啊因为要宣传啊宣传是为了多卖票啊 对吧卖票是为了让大家对戏曲的表演跟戏曲的市场有信心啊 那所有事情都是连带连带连带的关系对 但是不能不说那这个这个这个焦虑就循环一直往复的在我的这个平常的工作的状态当中出现 那怎么办呢药也没有有效药的 对吧有时候可能吃乱七八糟吃药会引起其他的问题 那不能乱吃啊 吃中药呢它那个那个效果又很很缓慢 那睡觉呢 我好像佩宇你要多睡觉啊你要多吃一点好的东西啊 可是有时候事情很多你就没有办法天天很很正常的去睡眠啊 然后吃饭就有一顿没一顿啊 比如说我要等直播的时候呢 直播的时候刚好是晚饭的时间 那我到底是吃呢还是不吃呢 那当然是先不吃咯 因为吃了以后可能身上会弄脏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人会看上去很臃肿啊 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就作为我觉得就是身边有很多人会会会很爱护我 啊 我说你要啊多加强营养啊 多保持睡眠啊 然后很多事情就是放松一点啊 啊不要让自己这么焦虑啊 道理我也懂啊 那可是这个事情放在你身上 你到底做做还是不做呢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很重要 那每件事情都是需要亲力亲为的 嗯所以我就觉得您说啊 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才是 一个算目标 或者说我可以让自己啊 休息休息了 我可以明确的跟您说 没有这个时候 不非哪一天我真的 真的做不动 嗯啊 或者说怎么样了 就真的是做不起来 或者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了呢 可能休息一下 只要能折腾就一直折腾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嗯 就是就是就是我 就是我这样的人的一种 劳碌命吧大概是 对我觉得你就是为经济而生的 就是经济完全是你的生活啦 我之前是呃有有看过你的介绍嘛 就是说你你你的生活其实 爱好挺广泛的啊 我我我听说你喜欢摄影 喜欢旅游 高尔夫 茶道 香道 对你是 你是怎么去啊 平衡自己的啊 这个啊 生活跟工作的 然后包括你 你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嗯 您说的这些呢 比如说 曾经 想背个摄影摄像机 就到处去行走啊 嗯 记住下生活当中 美好的点点滴滴啊 对吧 然后曾经也是说 有时间就可以去 呃 打打球啊 对吧 啊等等这些 其实都是已经成为我一个 非常美好的愿望 嗯 因为有很多事情 它是需要时间的 然后时间不足够的时候呢 那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去做 所以现在对我来讲 工作基本上就是我的全部 对 那刚刚说到 呃 旅游啊 这些 呃 摄影啊 这些事情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去到 各地去做清英会的巡演 我就把巡演这件事情 当成我旅游的一个契机 那旅游的地方呢 啊 清英会的地方呢 可以我们挑一些 呃 好吃的东西 比较多的城市 嗯 这样的话呢 我又能吃到美食 又能啊 领略到当地的风土人情 还能够把金具介绍给 啊 那个城市的观众 那就是一举好几得 对 然后比如说喝茶啦 什么这个 呃 香道啊 这些 那就是 其实你就不需要刻意去 让自己去做那个事情 那就是比平常工作的时候 那就是把茶器上 把香点上就开始工作了 他就让 这些东西就让他变成我旁边的一个 陪伴我的呃 就是背景音乐就好了 嗯 好的 对 刚才呃 我们我们再聊回这个小朋友啊 对 确实呃 你的有很多粉丝是小朋友00后 对 你觉得 对于小朋友来说 如果他们想听金具 他们可以如何入门呢 有没有推荐的曲目 对 然后 如果从教育来讲 金具教育来讲 我觉得 可以呃 从小朋友抓起 对 那你 你你你 你对于小朋友的金具教育 你有什么建议呢 您刚才说很多小朋友已经开始喜欢金具了 说00后 哎 00后都已经20来岁了 哦 真的不是小朋友了 对吧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会发现有很多的金具的观众 他的那个呃低龄化的程度是越来越呃明显 对 就是当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我在不管是演戏还是轻音会还是做讲座 我们去到高校去到很多的城市 你就发现甚至有初中生有高中生 然后有爸爸妈妈带着幼儿园的小朋友 小学的小朋友去看我们的表演 嗯 真的有时候艺术的传播传递不需要理由 不需要去说服 你只需要去安静的娓娓道来 去呃 平平静静的告诉他啊 戏是这么唱的 你把那个最美的东西呈现给他 我觉得不需要强制 也不需要强迫 很多小朋友年轻人他是会喜欢的 有的人喜欢的可能是因为那个曲调 那个韵味 有的人可能喜欢的是那个服饰 那个色彩 有人喜欢的可能是那个氛围 有人喜欢的可能更奇怪 是乐队 场面啊 等等 反正就是每个人喜欢戏 喜欢一样东西 他的理由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说要问 如果要让啊 年轻人入门 推荐什么样的曲目剧目 我不推荐 我只是让大家可以通过呃 看视频 通过刷短视频 通过看书 看剧场里面的表演 你就可以找到哪一款是适合你的 嗯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的推荐 首先不权威 那只代表一个大的概率 而这个大的概率 有时候可能是错的 有时候呢 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觉得 因为你的推荐 他觉得这个东西寡淡无味啊 没意思啊 他可能就走了啊 嗯 可能我推荐一个CP流水 推荐一个快版 推荐一个原版 他觉得不啊 我觉得反二黄漫版超好听啊 我觉得二黄漫版超好听啊 我觉得四平调好听啊 所以我觉得 我们就是去安静的表演 呈现给年轻人 时机到了 他一定会喜欢 是 对我看网上有人称您啊 为这个花式传播经济 然后也特别擅长很多的创意融合 就是你为经济其实摸索了很多元的表现方式啊 今年你有没有什么新的 想要尝试的表演形式呢 对或者是 你还期待经济以哪些艺术形式啊 再做一些创意跟结合 嗯 我其实此前几年做的更多的是 传播方式的一种创新和探索 是 其实在我个人的表演跟传承艺术本身 我并没有做 更多的创新 因为京剧有很多的 表演的城市化 我们最有价值的那些东西 已经被奉为经典 已经甚至是被固化的 是不容许我们随便去 革新和改良的 那当然我们的专业的从业者 艺术家们 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探索和思考 还有实践 有很多是成功的 也有一些是需要时间啊 来观望 来需要时间来验证 那作为我来说 我在艺术上做更多的事情是回归的 是继承的 是保守的 而在传播方式上 我是有自己考虑的 那其实这两者之间 他们一定是互相作用 彼此成就 所以也并没有说啊 你是一定要 跟其他东西去跨界融合 才会有个新东西 并不一定 因为今天 对于很多的今天的读者 今天的观众来说 你给他什么新编戏 传统戏 对他来说都是新的 因为他没有见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用更多的 新的传播手段 让大家了解 京剧这个经典到底是什么 对咱们现代社会 比如说我在北京 然后就是发现很多很多创业者 然后很多职场人 其实压力都越来越大嘛 对那你觉得 听京剧能够帮人解压吗 或者说你也很忙 你的工作强度也很大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压的方式 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听京剧确实一个 是很好的一个解压的方式 确实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事情仅限于 京剧不是他的专业 如果京剧是 我是一个京剧从业者 我听京剧 可能就是要么就是我的 我需要学习的东西 我需要借鉴的 就是它是在我的工作的 范畴当中发生的 那可能会听戏会让我更多 陷入一种学习的焦虑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可是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 普通不从事京剧专业的人来说 有可能听戏是一个很好的解压方式 因为它很过瘾 甚至我们经常在剧场里 我也会教大家怎么叫好 要怎么叫好 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排遣自己内心的这种情绪 你可以高兴 你可以愤怒 你可以不喜欢 你可以喜欢 你可以有心底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情绪 通过叫好来进行宣泄 那这个就是京剧 在剧场里面的表演 带给大家的另外一种价值 我个人的这个解压的方式有很多了 我觉得我最好的一个解压方式 就是解决那一个当下 给我造成压力的事情 我去解决它 那就好了 就会让自己很松快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一直 就是定在那个地方 说这些事情我弄不了 我很焦虑 然后我想办法去按摩按摩吧 或者去做个做个这种颈尖按摩吧 我去做个做什么什么东西吧 我去做个spa吧 我是不是就就能 没有压力了 并不会 因为我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 我脑子里想的还是那个事情啊 我的焦虑并没有因此而剪 剪削 所以我就想办法先把这个焦虑剪 就是把它消解掉 解决掉 然后这个焦虑没有了 那是不是我就不焦虑 那我在面临下一个焦虑 反正就是这样了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今天 看我直播的时候也会觉得我 跟林少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林少就是 一种成功中年人的这个淡定从容 你看我就是一个非常焦虑的年轻人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 咱们小助手好像是要抽奖的是吗 大家现在可以点击屏幕上方的福袋来抽奖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余老板的签名书 有余老板三分钟金句小灶和台上键 有两本书 我们会给大家抽七位随机发出 大家可以点击屏幕上方的福袋进行抽奖就可以了 好啊 余老板你刚才说了 就是在经济里面有种较好的方式嘛 上次我好像有听过 对这个你能再简单教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网友们吗 好 金句叫好呢 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种不同方式的 当然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叫好 当你听到演员表演演唱 或者是乐队的伴奏人员 在放慢速度和加重力度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释放了一个信号 就是希望你鼓掌叫好 那这个时候你叫好一定没错的 就是我们放慢了 或者加动加重这个速度了 加重这个力度了 你就可以叫好了 那么叫好的有几种方式 最常见的就是鼓掌了 拍手鼓掌 那这个是比较文明的方式 还有一种呢叫好 好 这样就直接叫好 对 还有一种呢叫 哦 这是这种常见的叫好方式 还有一种叫 又 也可以啊 好 哦 又 还有呢 就经常大家现在也很熟悉的 这个在就是说听相声的时候 听到一个好包袱 大家 这个也 有时候也会用在 金句表演的时候 叫好里面也会用到 鼓掌 好 哦 又 一 都可以用 嗯 好啊 余老板 我们那个 今天的直播时间差不多了 然后最后呢 我想再 请你能不能帮我们 推荐一下你的书 不管是台上键啊 还是我们的余老板 金句小照啊 嗯 我的书 是不是要拿过来 对 然后也请余老板 帮我们签个名 嗯 好 这个呢 是 三分钟 金句小照 可以 签一下名 好 能不能帮我们 简单介绍一下 这本书 哦 都需要签是吗 都需要签 好 我就签 这边一共是 五套台上键 两套 三分钟金句小照 好 这个台上键呢 是我自己的一个 小型的 学系的一个 回忆录 请大家如果读了这个书以后呢 希望我 里面 不会说很多的废话 会打扰到你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点的 小小的启发 因为真的很多人对于当代的金句演员 戏曲演员的生存的状态是非常的不了解的 我是希望借由这样一本书来介绍金句演员的当代生存的众生像 这是我做这本书的一个最初的一个目的 好 我都签完了 好的 对 那今晚我们的直播时间 差不多也到此为止 然后 非常感谢余老板给我们带来 这个金句的一些 他的分享 那余老板 我们今晚直播就先到这里 好吧 感谢你的 好 谢谢林大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 也期待我们下次十点书店见面 对 那待会呢 除了余老板 我们其实待会还有其他的作家老师 我代表不了金句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那待会的作家也是 刚好 因为 我肩负着的是 不仅长得好看 还很有才华 我肩负着的